嗨,这里是脑人员,我是主播哥子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神经元的守护者,小胶质细胞 大脑就像一座守护森严的城堡 有着严格的防御系统和清除机制 神经元生长过程中经历着优胜劣态的选择 部分神经元最终走向雕王并被立刻清除 其中神经元最重要的守护者就是小胶质细胞 在神经系统正常发育 清除异常神经元和外来病原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保护着神经元的安全 大脑在发育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神经干细胞产生 但这些新生的神经干细胞只有少数被整合到神经回路中 经历着优胜劣态的选择 而大多数的神经干细胞在未成熟的阶段就会凋亡 在这一过程中小胶质细胞会及时的清除这些凋亡细胞的细胞碎片 记忆的产生依赖于神经元之间新突出的形成 神经元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突出连接 但是突出形成过多则会引起记忆紊乱 而小胶质细胞作为神经元的守护者会进行精细的突出剥离 接触受伤或发育不完整的神经元并移除异常的突出 小胶质细胞就像是神经元的守护神时刻监测着神经元的状态 利用触角不断的触碰神经元表面 当小胶质细胞检测到神经元发出或环境中出现进食信号时 会迅速识别并吞噬细胞碎片 正常状态下神经元只要发出不要吃我的保护信号 就可以避免被错误的吞噬 机体中存在血脑屏障以保护大脑免受未来病原体的侵扰 但当这一屏障受到损伤时 大量病原体就能趁虚而入 影响大脑中神经元的正常功能 与此同时作为助扎在大脑内的守护兵 小胶质细胞可以识别病原体的信号分子 区分出敌友 面对敌人 小胶质细胞会迅速激活 由近期态时胞体小而分支多的形态 转变为胞体大且分支稀疏粗大的形态 同时会快速地迁移到损伤部位 清除病原体和凋亡的细胞 小胶质细胞会释放一些释放促炎细胞因子传递信号 地层抗原以激活免疫应答 帮着机体清除病原体 但是呢 小胶质细胞对于大脑来说更像是把双刃剑 虽然小胶质细胞火化可以清除危险 但是过度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则会对神经元造成损伤 比如过量释放炎症细胞因子对突出造成损伤 引起突出丢失和学习记忆功能受损 针对小胶质吞噬作用是否发挥了有益或者有害的作用 目前学界依然存在着争议 但是我们相信对小胶质细胞理解的不断深入 将会帮助我们对理解和保护神经系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一键三连 创作不易 拜托啦 这里是脑人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